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看一个开源项目 就是这个NEMPG 它的作用呢就是去除图像背景 也就是我们所了解的抠图 这个抠图这个功能也是我们比较常用的 这个开源项目的功能比较单一 它只能用来抠图 但是这个抠图效果非常不错 它比一些这种搜费的这种专业级的软件 抠图效果甚至还有好一点 所以这个项目呢是值得大家去使用的 然后呢我们看看怎么用 同样的呢还是一个人地的一个包 大家下载下来之后呢 这个最下面有一个启动文件 这个抠图抠图点一下 然后呢这个就是它的这个使用界面 这个目录 大家自己选你的图片目录就可以了 把图片都放到一起 然后抠图抠图 然后抠图模型这边 这个最底下这个模型 比这个N1.4 这个模型是最新发布的一个模型 它的抠图效果应该是最好的 而且是通用模型 就是不管你是3D的图 写实的还是2D的还是动漫的等等 这个模型的抠图效果都不错 所以大家可以默认来选择这个模型 如果是这个模型使用效果不好的话 那么你再使用上面了 这个其他模型的话 这边是有一个说明的 详细说明就是每一个模型在用在什么地方 所以这个大家自己去试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下面这些 抠图默认就行了 你不要去动 我们点击开始抠图 然后这个抠图呢有一些图片可能是会失败 因为我之前尝试的时候遇到了这个失败 比如说这个图片 那这种图片就是 它整体来说没有一个明确的这种主体 你给它软件抠 就是可能它不知道去抠什么地方 所以这种呢就会失败掉 这个需要大家了解一下 另外呢就是这种纯色的背景 也有可能会失败 所以这个也需要大家去尝试一下 其他的就没啥了 一个二点点一下 等待结果就可以了 这边很快就做完了 看还是结果大家看 这个抠图效果总的来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效果挺不错的 像这个的话它把天空抠掉了 它把这个地面整体的这种作为这个主体保留下来了 其他都给抠掉了 这个效果都挺不错的 当然如果大家发现有问题的话 再去调用别的模型去尝试 总的来说就是这样 大家可以自己尝试一下 大家拜拜 感谢观看